现在已经到达了JFK机场的 在这边准备那个check-in 现在是那个10点 飞机是1点半的飞机 大家都非常的早就来到这个机场去排队 我前面的话大概有六七十个人 我后面还有大概四五十个人 我们已经办一切的手续 已经check-in了现在在里面的登机口里面等 现在是在A5那个登机口 现在带大家换一下里面的那个一些店啊什么的 大概是也就是4月6号的早上五点八到达台北 这边也有麦当劳 现在毕竟是11点多了 晚上的11点多 所以说这边很多的店已经都关门了 这边就是可以换钱的 现在应该已经下班了 这里是卖那个电话卡的 我到达桃源机场的时候也会直接在机场里面换钱 跟那个去买一张电话卡 因为到时候叫Uber那个时候需要那个网络吧 去旅行的话票越早订越好 越早订的票它又有直飞 而且价格又便宜 现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上一个月去订票 票就非常的贵 而且还不是直飞的 不是直飞的可能都要2000多了 这些应该都是免税的那个商店 卖很多一些那个香水之类的化妆品之类的 有钱挣好 你可以到处消费 去游玩 没钱就没钱了 过没钱的日子 维多米亚的秘密 然后这里是卖零食跟那个一个杂货的 Deli嘛 这些是一些电子的一些产品 耳机之类的 都是高端的耳机啊 他这个里面二楼也有一些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在上面 这里有一家叫做Hudson的 这个是一个杂货店 我身后的那些人都是等待那个登机 在后面大概七八十一百个人都有 那好吧这个视频先到这里了 下一个视频就到台湾到达台湾的桃园机场了 拜拜